将尽头转到现议会 交通部计划将国道5号列入国道继承收费范围 引发乡亲的反弹 想要到交通部来抗议 所以先议员江聪渊特别在议会提案 请县府建议中央将国道5号平原线列入免收费的范围 而这项提案也在现议会获得通过 先议员江聪渊表示国道5号无论是设计规格还是限速 都只有西部县市快速道路的标准 何况国道5号平原线总长24公里 而国道6号却有34公里 国道10号也有33公里 都比国道5号平原线还要长 如果以长度来作为收费标准 国道5号平原线应该要比照横向国道免收费 因此特别在县议会提案 请县府建议中央将国道5号平原线列入免收费范围 我们伊兰的乡亲都认为国道5号平原线 要把我们列入继承收费都是非常无道理 所以我们特别在伊兰官议会来提案 也经过很多议员的共同联储 你议会通过请管政府 要建议中央将国道平原线的部分 列入免继承收费的范围里面 就是说国道5号的北约国的平原线 不要给我们收费 这也经过议会通过 我们基于三点的理由 像说我们这个长度其实 不比这个中南部的国道6 比较长了 再来他这个纷索也是非常多80公里 理议说要用国道的标准来给我们收 这也不合理 再来说基于伊兰官 没有一条连络道路 这条其实来说是定义是伊兰官的 联络到理议 江议员强调伊兰人不是贪小便宜 而是收费制度太不合理 如果很像国道纳入收费范围 伊兰人也会同意国道5号平原线比较办理 伊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报道